运球就看Uncle Chu 战术就学Coach Lu 大家好 我是非官方鲁鱼双胞胎兄弟Fish Lu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的宗旨就是 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掌球 时隔99天 乔大将军终于重返赛场迎来复出 而复出后的第一场比赛 乔治的状态就完全拉满 带队在最多落后28分情况下 完成大逆转翻盘 复刻去年西部半决赛的G6的神迹 什么叫英雄啊 这就是英雄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乔大将军 当然 末节比赛哈腾的表现也很出色 但快艇这场能完成大翻盘 除了哈腾乔治 另一个功臣真的当属泰伦卢卢指导 因为哈腾赛后说了这么一句话 泰伦卢在比赛当中的调整 是我在之前NBA生涯从未见过的 确实 卢指导的临场调整能力 可以说是现役NBA主教练的佼佼者 要不然这赛季的快艇 也不可能完成那么多落后二三十分的逆转 那么 卢指导到底使用了什么神奇策略 让哈腾赞不绝口 这部影片 卢瑜为大家分析 泰伦卢是如何在下半场 只用了不到一截半的时间 神奇地把局势逆转成功的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快艇的防守策略 我们看这个回合 克拉克森和戈贝尔打挡拆 哈腾和乔治马上上线夹击克拉克森 逼迫他出球 然后我们注意 考温顿和肯纳德的防守 当克拉克森把球分给湖顶队友时 考温顿扑得很靠上 随后爵士又把球转移到了右侧45度 这里的肯纳德扑三分的姿态也是非常凶猛 而内线法国天台戈贝尔 只有一个身高一米九的曼恩在看着 这时 快艇的内线甚至有两个爵士球员在待着 这就是米切尔不在场时 快艇的防守策略 主防你的外线 防空内线尽可能扰乱你船内的路线 再来看这个回合 当米切尔在场时 这里米切尔和盖伊打挡拆 我们看小莫里斯和雷吉的位置 他和雷吉在罚球线两侧 堵着米切尔的突破路线 但代价就是放掉了外线三分 这里 小莫里斯去斜防 然后底脚的奥尼尔被放空 当奥尼尔拿到球时 内线的哈腾去补防 奥尼尔一个假动作 晃开防守突到篮下 这时快艇的篮下根本没有人可以护慌 即使肯纳德及时补过来了 也无济于事了 于是目送奥尼尔扣篮 这个防守策略意图非常明显 牺牲外线的防守资源 全去铺在米切尔身上 所以上半场米切尔得分 只有下半场的一半 而且有意思的是 当米切尔在场 其他队友持球的时候 卢之导给他们持球单打的空间很大 像这回合一样 克拉克森持球单打 就让考文顿一个人去单防 卢之导的意图非常明显 你米切尔不在 我索尼角色球员外线三分 你米切尔在 我把防守资源布满米切尔的身上 这其实很好理解 绝世之支球队优劣势非常明显 他们的优势是依靠戈贝尔和队友的挡拆发起 要么持球手自己攻 要么分给外线队友投三分 绝世的外线定点威胁 是全联盟前三的水平 这个不用多说 但他们的缺点同样明显 如果面对快艇这样的无小 能打无限换防 这让射手根本没有空位可以投石 绝世的进攻就变得非常简单 把球给米切尔 让米切尔持球单打得分 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如果上半场就开始锁住米切尔 让他分给队友不就好了 快艇也确实是如此 所以绝世上半场三分表现很不错 把快艇投得没有脾气 但我们看看这个画面 当米切尔在湖顶这个位置打挡拆 准备单干时 快艇罚球线这里 完全没有人堵住米切尔的突破路线 所以米切尔迎着曼恩上篮打进 上半场快艇防米切尔的策略 是在中路铺满了防守资源 堵米切尔的突破路线 但到了第四节 突然罚球线附近没人了 反倒是把更多的防守资源 放在绝世的三分手身边 这和上半场的防守策略完全相反 这可能就是 被哈腾所赞叹的卢指导 比赛中的调准策略 卢指导在上半场 布置了这个防守战术 很简单 就是你们三分随便投 但是米切尔我要给你摁死 于是绝世外线开花了 米切尔的动静小了 而到了下半场开始 卢指导开始换策略了 下半场我就去摁死你们外线 至于米切尔 就给他单打机会 让他强攻 就像这场比赛末节时刻 你会发现 绝世的进攻 全部都是米切尔自己单打 其他队有一点机会都没有 卢指导的思路 其实也好理解 绝世这帮射手 上半场手感冰凉没关系 他们还有下半场寻找手感 但你让他们上半场投顺了 到了下半场 改变防守能限制他们的手感 他们甚至都没有调整手感的时间 那我的防守就成功了 而对付米切尔是同理 上半场锁死他的单打节奏 到了下半场 米切尔再想找回他的单打节奏 就难了 但这场惊弦就是在这里 米切尔真的是一个大场面球员 差点快艇 因为米切尔疯狂的得分没翻过来 但在这之后 会更惊讶卢指导的谋略 赶在上半场去放联盟前三定点投篮的外线 就是为了去摁住米切尔的进攻手感 下半场的无限换防 让射手没有一丝忌讳 简直就是走钢丝的行为 稍有差池就可能坠入万丈深渊 那为什么快艇不再开场 就摆哈腾用无限换防呢 其实打戈贝尔的思路 全联盟都很清楚 只要用5奥的阵容 把戈贝尔调离内线 就很好打爵士 但问题是 这其中小看了戈贝尔的防守能力 相同体型下 戈贝尔机动性远超他人 再加上他顶级防守的嗅觉 即使是拿出一套5Y阵容 也没办法彻底打死爵士的防守 顶多你只能说是克制爵士 而在进攻端上半场比赛 你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乔治没在状态里 上半场 当戈贝尔在场时 乔治冲了几回戈贝尔 但都没有什么效果 直到爵士把门罗换了上来 戈贝尔这一下 爵士的护框完全不在一个等级 乔治生脱了门罗好几个 感觉一下就找回来了 随后戈贝尔再上 可这回挡不住乔治了 你可以看到 当乔治的持球挡拆有威胁后 对于爵士防守的拉扯 就像这个回合 乔治在湖顶防动挡拆 随后直冲篮下 你可以看到 当乔治拖到内线时 爵士有三名球员围在乔治身边 而在若侧45度的肯纳德就被放空了 随即 乔治手掌移送给到肯纳德 后者手起刀落三分命中 可以说 乔治的火热状态 是改变快艇进攻局势的最关键之处 在大当家重伤长期削阵 二当家带队不久也受伤 好不容易引进了三当家 没打几场也倒下的情况下 但快艇却顽强地打到了西部第八 而且 在与强队的对抗中 往往呈现出更加旺盛的战斗力 虽然这支队伍偶尔诡异 想输谁都能输 可想赢的时候 谁也别想轻易地 从他们头上拿走一场胜利 卢治导让这支快艇 有了一种韧性 越是险恶艰险 他们越是知难而上 顽强不屈 虽然伤兵满盈 但绝不摆烂 让每个对手都感到厌烦 但又不得不发自心底的尊敬 这样的一支球队 值得我们饱含敬仰和钦佩之情 以上就是本部影片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鲁鱼的分析 请点点订阅 欢迎来评论区 与鲁鱼一起掌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